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关注的是中央银行再度向高房价宣战 而且祭出史上最强打炒房 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国际间不动产市场过热 引发金融危机以及积极衰退 过去有限力 昨天晚上我又跟几个同业吃饭 然后他们就说 可能我们两个礼拜都没工作了 这个讯息一出来浪尖让谁还敢买房子 央行煞猛药 房仲业者马上收到雪花般的讯息 大家都很关注房市下一步 收的简讯一堆 第一个就是我的屋主传给我 那他们也紧张 然后再来就是代书同事同业 整个简讯昨天都收爆了 市场掀起巨浪 就是因为央行总裁杨金龙的这番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也是给我们那些投资客跟投机客 一个讯息 不是说你要那个什么 你要带多少就很容易就带多少 杨金龙说台湾要以日本资产泡沫 美国次贷危机为鉴 尽管不动产集中度为触及历史新高 但情况比2009年更严峻 因此祭出第七波房市管制措施 向高房价宣战 包括自然人名下有房屋者 第一户购物贷款不得有宽限期 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层数 从六成降到五成 并扩大实施至全国 公司法人购置住宅贷款 从四成降到三成 自然人购置高价住宅贷款 从四成降到三成 第三户以上购物贷款 最高层数从四成降到三成 余屋贷款最高层数从四成降到三成 他没有办法抑制到 新庆安所公布的五年的宽限期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假性需求 介入炒作的一个温床 针对第二户操作的这个层数降低 这个当然有利于抑制 所谓的第二户去屯屋的人 但是相对第二户的人 有些都是贩屋族 现在贩屋族已经相当不变 就会变成你会对市场的这种 换屋的机制 正常的机制产生一些扭曲 去年下半年开始 房价涨幅扩大 带动购置住宅贷款 年增率持续上升 为抑制高房价 央行再寄现贷令 避免银行信用资源 过度集中不动产放款 首当其冲的族群 那么将会是以城屋的部分为主 那其次呢 就是在预售屋即将交屋的一个部分 那么相信也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比较中小型的不动产开发商 那么未来在这个借款的部分 相对也会是比较困难的 台股呢 然然专家认为 7月开始市场已明显出现 因抢贷风暴造成的疲软现象 8月交易量成负数成长 9月预期更下滑 价格本来就涨不上去 就算没有打房措施 房市也会明显降温 现在央行加一个动作只是 宁门踹上一脚 那当然最后会说政府打房有效 其实呢 他已经在陌生段的甩尾阶段 房地产的打房政策 也不能一直围绕在打房的思维的政策 房产政策 我们过去16年来的两党政治 都是围绕在打房的政策的思维 所以你一直要去做防堵防堵防堵 他的后作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政策的拿捏其实都有他的困难 其实台湾现在目前房地产的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判断 他其实还是有这个攻击不足的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政策 特别是针对建商的政策 其实会让建商缩手 因为他盖出来的这个房子 如果房地产的景气不好 他也不能确定他房子 是不是可以卖得出去 央行的这些政策 他可能会让建商 未来更不敢出来盖房子 央行灭火 但长期来看建商若因此缩手不盖 未来房屋供给紧绷 无法满足刚性需求 又会形成下一个居住难题 TVBS新闻情绪 王后宇台北采访报道 2024年台湾的人均GDP 是已经超越韩国了 而经济部长更是夸夏侯宇说 接下来的2028年 国民所得还能够达到4万美元 可是这当中也有隐忧 在办公桌前开始作业 上班族每天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赚钱 因应开销 毕竟收入是工作重要目标 在有限薪资内分配得宜 维持稳定生活 通常就是会投资 然后还有一些租金 然后还有生活消费 对 薪水一来的时候 我就会先把一笔钱 先拨到储蓄那边 然后再剩下的钱 然后再拿去做消费 在广告传媒业上班的Angela 领得稳定薪资 每个月固定开销都算得清楚 养成储蓄习惯 但受到物价通膨影响 过往都能至少存下一半以上 现在可能降到三四成 国民所得提升 成了老百姓破解需求 很期待 就是希望 也可以跟着这一波趋势 薪水越来越高 我也有在用AI的东西 所以可能 应该我觉得多少 都会有一些帮助 国民所得至关重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资料 台湾在2024年 人均GDP有机会达到 三万四千四百三十块美金 计算数据超过了 韩国的三万四千一百六十块美金 这会让台湾人的GPE上升的最大工程 首推在AI热潮 火煌到发烫的半导体产业 注重在AI这部分 不管是铁影片 或者是一些动画 我们都蛮 学校都蛮提倡这部分 台湾受到缺工的影响 还有AI技术的开发 让整体产业的薪资展望 是正向的 目前在104里面 63个产业里面 我们平均薪资来到4.7万人 但是有三分之二的产业 它是低于是平均值 受惠于AI技术 科技业百花起放 未来前景看好 瑞士银行预测 台湾百万美金富翁 从2023年的79万人 推估到2028年 成长到116万人 增长幅度达到47% 在这份报告统计中的 56个国家居冠 经济部长郭志辉 接受媒体访问也提到 日前政府提到 2028年国民所得达到4万美金 不会是口号梦想 接下来的中期目标 是瞄准以色列的5.5万美金 照着计划走 在2032年就可能达到 甚至在2040年 可以追上新加坡 台湾在未来的应用上面 不管是在品牌化 还有AI的技术使用上面 应该更积极地做数位转型 那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让台湾的 整体的企业的毛利率 可以提高 增加市场的竞争力 台湾最近这三年的 平均新资涨幅 会有3%以上 那对照过去大概2% 有比较明显的成长 所以在整个整体台湾 就业市场新资的涨幅上面 应该是可以乐观期待的 但专家也点出隐忧 国民所得提高的背后 是新资走向双峰极端的关键 第一是国民所得高的族群 都多数集中在科技业 尤其是AI科技 其他非AI科技的产业族群 新资却不见提升 加上高清阶层带动房价提高 最新内政部统计资料 2020年第一季 房价所得比来到10.35倍 这意味着人们至少要不吃不喝 10年以上才能买房 诸多的情况堆叠 使得富者横富 贫者横贫的情况 将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还是可以陆续听到一些 裁员成本或是碳税等等 所以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 就是说是一个不均衡的复苏 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在这一两年 甚至这一年他可能一季 可以赚过去整年的销售 可是仍然有很多人 面临很多的挑战 可以印到说 台湾其实99.8%是中小型企业 但是能够进到AI转型自动化 这个基本条件是他口袋要够深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在整体的 台湾新资市场上面 是会呈现M型化 换句话说高新的人 他拥有高新 但是人数占比是比较低的 相对比如说B80售业 或是社会福利产业 还有像饭店餐饮服务业 他们的新资水准就很难 跟高科技产业 还有半导体产业相比较 搭配AI科技的风口浪尖 带动所得提升的关键 但看在其他的非科技业族群眼中 这国民所得提升 成了一个难以触及的 空壳梦 TBS新闻 许慧珊 蓝玉明 台北资本报道 继续再来看的是 经济学人发布的大麦克指数 一直被视为衡量 全球购买力评价的重要指标 不过随着亚洲 饮食文化影响力增强 全球物价指数的版图 也迎来所谓的小笼包指数 一颗颗小笼包热腾腾刚出炉 皮薄肉鲜 风口有着完美黄金十八折 知名小笼包店 在全球超过百家分店 不只是推广台湾饮食文化重要推手 现在更被外媒用来比较 各大城市的实质购买力 用十美元究竟能买到多少颗 鼎泰风小笼包呢 在纽约市能够买到五点四颗 但物价更高的伦敦 只能够买到四点三颗的小笼包 而在我们台北用同样的价格 能够买到十五点七颗 不过最便宜的是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 能够用十美元 吃到十六点六颗的小笼包 美国新闻网站制作的小笼包指数 是仿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每半年公布一次的大麦克指数 根据购买力评价经济学理论 来统计各分店所在地的物价 以十美元为基准 能够买十颗以上小笼包的城市 只有北京台北与吉隆坡 其余六个城市 购买力都不足十颗 更发现在马来西亚和台湾 购买小笼包的价格 比美国便宜了百分之六十六 同样的大麦克指数显示 在这两个国家吃大麦克汉堡 价格也比美国便宜了近六成 从大麦克指数 马来西亚的那个马币跟台币 其实我们比这个伦敦的价格 又便宜了大概是五十七% 所以代表台湾台币 或者是这个吉隆坡币 还有相对于英镑跟美金来说 我们是购买力比较强 以小笼包为例的话 伦敦一颗的小笼包 大概换算成美元 大概是2.36块美金 但是在台北的话 一颗小笼包 顶泰峰的小笼包 是0.87块美元 这个差距这么大 是不是台币有 好像被低估的这个状况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后面反映多很多因素 包括租金的因素 包括说这个人工成本的问题 专家强调价格差异 并不能单纯归因于汇率问题 各国经济环境 租金 人工成本及税率 都会影响到商品最终定价 即便美国通膨率 在役后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 日常开销高得吓人 但美国人的薪资所得也有提升 使得一般民众的实质购买力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当然他的薪资所得 他也跟着在上涨 所以以实质的购买力来讲 他的确是增加的 因为虽然物价也高 但是平均来说 他的薪资所得是超越通膨的 所以这个还是会跟所得分配 是有关系的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提到了 他说美国物价标太高了 很多可能是 他觉得是人为炒作吧 美国有一个州 他的大麦克是台币快要七百块 但美国可以到达我们的五倍 他们可能有一些食材的价格 涨的是比别人更多 而且在美国呢 他工人又比较缺 把劳动力比较短缺 马来西亚可能就比较 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也是造成 他们小包价格贵很多 一个重要的因素 以有趣的方式 直观反映全球各地物价差异 在马来西亚 劳动力较便宜 生活成本相对低廉 尤其房价和租金较低的背景下 使得当地小笼包售价 能够保持全球最便宜 获得竞争优势 为什么最近很多的台湾民众 跑到东南亚 尤其是马来西亚 这边去自产呢 因为同样的一间房子 可能在台北 跟在当地的房价就差很多 所以房价决定你的租金 租金又决定你的小笼包 所以你的小笼包 不只是食材上面的成本比较低 在当地开店的成本 尤其是电租成本 我想也比美国跟台湾要更低 所以马来西亚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有它的优势 无论是小笼包指数还是大麦克指数 这些指标在经济学上 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也更容易了解全球各地 经济差异与消费能力 TVBS新闻 黄冠伟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导 超商一直都是大家最方便的好邻居 不过近来在日本统计发现 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部分业者认为有必要适时的新陈代谢 台式两面 日式甜点或是韩式泡菜汤 肚子饿了想吃哪国的特色餐 随手到超商就能买到 只要一推出也总是引起话题 他当起秘密客帮大家尝鲜试口味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超商其实大部分大家介绍的都是饮料 或者是甜点方面 那熟食就是微波食品这方面就比较少人介绍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吃过的经验分享 让它避免让大家踩雷的话 就是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 就是因为方便走出家门走出公司 几步路的距离就能填饱肚子 在这追求CP值的时代 超商真的是最佳伙伴 而台湾哪里超商最多 尤其是以双北密度最为惊人 第一名是在林森北路上 两公里就有23家 而第二名则是在内湖上班族最多的地方 100公尺就有一家 而第三名则是在新北市的新庄跟新店的中正路上 密度之高仅次于南韩 只是相较于台湾还在持续不断斩电 日本近来却出现饱和状态 已经连续两年数量缩水 开得少关得多 2023年日本国内超商数为57594间 但比起前一次调查减少了0.3% 其中三大龙头之一的全家 更关了1.6% 结束近500家门市 探究其原因是为了新陈代谢 关掉部分直营店以及获利不佳的门市 只是恐怕未来服务空白区增加 对于民众就没那么方便了 不过台湾超商业者不这么认为 因为展店计划一直都是年度目标 一般在大家理解里面 3000人应该是可以养一家便利商店 可是如果以这个数字去计算的话 台湾早在8000店的时候 市场应该就饱和了 可是以目前台湾的人口数 以及便利商店的数目而言 平均1700个人是可以养一家店的 所以3000这个数字呢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可以被重新拿来做讨论的 这到大家来超商的目的 除了附加服务外 最重要就是填饱肚子 因此每天上班必须要的咖啡 茶叶蛋还有便当 都是他们不断精进改良的重点 像这小小茶叶蛋的袋子 多了个小洞后 让你可以直接提了就走 或是猪排 排骨的厚度更得要求 我相信大家到便利商店去消费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 这便当还不错吃 可是吃起来感觉就没有饱足感 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便当的放量的部分 从原本的180克调整到200 甚至到220克 让消费者吃起来绝对可以有饱足感 另外呢 像我们近期有推出后切的系列 我们的这些猪排 我们要求我们的鲜食厂 这个猪的厚度一定要超过一公分 排骨的部分至少要超过0.8公分 让消费者一咬就有感觉到 目前台湾的超商数 已经来到了一万六千多家 就像营运长提到的 能支撑一家门市的人数 不再需要像以往那么多 便利超商提供的多元服务 你想得到的食衣住行娱乐 在这里都能满足 难怪就连外国观光客 都爱上台湾的超商 不太会认为 台湾超商产业已经达到一个饱和 成长遇到瓶颈 那主要原因是台湾超商非常特别 它已经成为整个生活服务的一种通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整个超商产业在不断的 扩张它的营业边界 渗透到餐饭 咖啡 冷冻食品等等各种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之中的时候 不但为这个业者带来再次成长的一些成长动能之外 也为整个产业的发展 产业的创新 带来更多更多的发展机会 24小时营业 服务超多元 店员更被说是时尚全能 不仅能解决你三餐 业者认为只要有需求 不管再遥远 再偏僻 就有商机 因为他们总像是最温暖的景点 随时陪伴你 TVB新闻王兴堂 陈英仁邪伦台北采访报道 师资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之后 还需作为实习学生 休息半年全时教育实习是有兼职薪资的 那么现在教育部有鉴于师资部组 打算要把奖助金提升到一万 陪着学生们分组练习题目 实习学生郭怡轩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后 回到母校实习 休息半年全时教育实习 而这段时间原本每个月 可以领五千元奖助金 现在教育部调升至每人每月一万元 因为我们毕竟现在 是没有额外的收入 如果是像我自己都是靠家里 所以就多少还是有吧 但是可能我自己平常的花费 也没有到很大 因为住家里 就是离学校也很近 所以就算是只能说小确幸 依据规定休息期间的办公时间 不得从事兼职工作 对于实习学生来说 这一万元格外重要 但要维持整个月的日常所需 哪里够用 非常赞成教育部的这个政策 把五千块提升到一万块钱 那事实上从现在目前的生活环境来看 物价通货膨胀 然后再加上生活大不易 生活费用 生活费用也增加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还可以 望上条的空间 因为事实上一万块钱的便当费 日常的生活的餐饮 以及交通费用事实上这个可能略显不足 本部前于110年11月15号 有修正发布了 教育部补助师资培育之大学 落实教育实习辅导工作实施要点 增列补助教育实习奖助金的项目 以鼓励师资生休息教育实习 协助实习期间专注学习 所需的经费大概3.3亿元 预估受益的人数每年是5500人 主要考量学习成本 以及物价进行调整 不过近年来 全台虽然面临少子化问题 师资需求减少 但却不时有中小学缺老师的状况出现 近十年来 从103年到112年 通过教室资格考试的人数为 54574人 经统计近十年来 取得教室证书的人数 平均每年约5000人 其中从事正式教职 公立代理或教育相关行业达82% 整体就业率不含升学以及无就业记录者 约88到89%上去稳定性 从教育部的数字来看 进入职场的比例并不低 进一步却发现中小学缺自然领域教师 其中一大原因是科技业抢走人才 而教师的薪资又哪里比得上工程师的待遇 一般的工作的薪资在提升的时候 相对提高的时候 那这个当在校内的老师的这个 或是当私陪生 他的薪资相对比较低 所以当一个老师或私陪生 他可能的机会成本比较高 所以会有种的现象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一般人为什么有动机当老师呢 他可能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说他有寒暑假 那第二个就是薪资比较稳定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很有成就感 教学生 所以一开始就想说 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多开一条道路 也多一个选择这样 所以一开始也就是 没有很确定要当老师 就是先休休看 比如说现在的小朋友懂很多 那也很聪明 对 就是可能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 那会觉得这会是老师的一种压力吗 对 老师就是要 有更多的方法去应付小孩子们 就是他们问什么啊 或者他们有什么小伎 小伎俩啊 老师都要去适时的去应对 2024年各县市教师征选大开缺 以台北市为例 国小招考461人 却还有185名缺额 国中招考136人 也有14个缺额 另外根据教育部的资料显示 台北市60多所公立国中 有多达55所学校 仍在招募代理老师 甚至连敦化国中 龙门国中 仁爱国中等明星学校 也未能找到足够的师资 虽然教育局解释 国中适逢龙年入学 各班级都在增班 因此国中代理老师的需求 的确比往年增加许多 面对授课压力 薪资不如预期 再加上现在多元发展 选择又多都可能会削减进入教职的动力 TVB的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特别报道 天气炎热小心导致肾衰竭 容易发生热伤害常见 包括老年人 婴幼儿慢性病人 肥胖病人 或者是需要长时间 在户外或高热的环境之下 都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 如果民众需要长时间 在高温或者是户外工作 就必须要尽早做好保护 避免热伤害的发生 尤其是肾脏 本身是一个水分调节的器官 所以如果热伤害 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 可能会产生脱水现象 这时候肾脏会造成 一个不良的影响 那如果常常有热伤害发生 对于肾脏本身的影响会更大 那还有一类是 比较严重的热伤害 它也会造成所谓的 恒文肌溶解症 那恒文肌溶解症发生的时候 整体肌肉受到损伤 肌肉里面的基球蛋白 会跑到血里面跟尿液里面去 这个时候会造成肾脏的损害 那会导致急性肾衰竭 我们现在天气炎热 一般人容易流汗 容易脱水 如果没有适当补充水分的话 肾脏会因此受损 另外因为脱水太厉害的话 我们肌肉会溶解掉 我们叫做恒文肌溶解 恒文肌溶解会经由肾脏代谢 它会造成肾衰竭 这些都是造成肾脏极度伤害 会造成衰竭的原因之一 如果水喝不够的话 脱水造成血液中水分不够 肾脏因为血液流量不够 很容易就会肾丝球受损 造成肾脏衰竭 如果原来本来就有肾脏功能 问题的变坏 在夏天这种炎热的季节 因为水分喝得不够多 那流汗又流得多 常常产生缺水的现象 这个是最常见肾脏功能 原来肾脏功能变差的主要原因 那有些病人比较严重的 就产生肾衰竭 而又产生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所以预防脱水 其实是夏天非常重要的事情 医师指出 摄取足够水分 可帮助肾脏将不好的毒素排出去 肾脏就好像一个逆渗透的构造 它是血管构成的 只要会伤害血管 一定会伤害肾脏 只要有三高 或者是代谢症候群 糖尿病 也有可能会引起血管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水 你流汗成功的把体温降下来 但是因为水里面的水分不够 所以尿就很浓 老年人体热调节功能比较差的时候 在预热的天气又没有足够的通风 那就容易因为这个温度 累积在体内造成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 造成器官的伤害 而造成肾衰竭 有时候严重的 甚至会大量的肌肉受损 而需要洗肾 那这种肾衰竭的现象 是在极端的天气比较容易 注意饮水 适当的温度调节措施 以及老年人要在阴凉的室内 这些都是可以预防 如果我们水分不够的话 肾脏因为血液流量不够 它很容易就会肾丝球会受损 所以会造成肾脏的衰竭 所以肾脏衰竭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的肾的单位 已经受损了 那在好几百万的单位一直受损 它就会造成衰竭的现象 医师提醒如果喝水不够 常常觉得口干舌燥 头晕眼花会很想喝水 或者是身上流了很多的汗 这时候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如果补充的水分不够多的话 会提高肾脏衰竭的危险 TVBS新闻陈如环 张正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